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令人瞅目结舌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费城附近的福尔斯镇发生了枪击案,数人中枪 警方呼吁当地居民待在室内并采取预防措施 这种消息总是让人心情沉重,但也提醒我们要珍惜每一天 接着,我们来谈谈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想象一下,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可能是全球首富的私生子会怎样 一位肯尼亚男子声称自己就是马斯克的私生子 并且正在筹款前往美国进行DNA测试 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像是电影情节 让人不禁好奇结局会如何 最后,来自斐济的消息 该国政府决定恢复与中国的警务合作协议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担忧 这个话题无疑会引起热烈讨论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故事 美国宾州发生枪击案,数人中枪 联合早报 费城发生枪击案 警方呼吁居民留在室内 美国费城附近的福尔斯镇发生枪击案 警方表示有数人中枪 警方呼吁当地居民留在室内 采取预防措施 目前还不清楚袭击是否有针对性 警方提醒居民锁好门窗 转移到安全位置 马斯克在非洲有私生子 肯尼亚男众筹吕费赋美 求让我跟爸爸相认 星岛日报 全球首富马斯克 Elon Musk 最近被肯尼亚男子自称为私生子 并发起筹款 请求助他前往美国验DNA 已与父亲相认 这名男子自称是马斯克 与他的母亲在90年代初期 与肯尼亚相识并生下的孩子 他表示 马斯克的法律团队已经联系了他 并要求他前往美国进行DNA测试 他在筹款网站上设立了 比特币钱包地址 但目前尚未获得任何捐款 虽然他的一张自拍照显示 他的五官与马斯克相似 但目前还没有其他实质证据 证明他的身份 五级班让轻轨周六特定时段 恢复双向运行 居民表欢迎 联合早报 五级班让轻轨列车 在周六特定时段 恢复双向运行后 受访居民表示欢迎 然而 一些公众因为不清楚最新情况 而搭错方向 轻轨列车站内的指示牌 清楚说明列车的服务路线 但部分乘客习惯了以往的服务时间 没有意识到 周末非繁忙时段也提供双向运行服务 受访乘客表示 只要关注轻轨列车站内的信息显示屏 就能清楚知道哪个服务路线的列车先到站 议员谢炳辉表示 最终目标是实行全天候的双向运行服务 陆路交通管理局将密切留意情况 已决定是否在更多非繁忙时段 恢复列车的双向运行 新加坡司机在马国连人带车坠河 消防员跳河救人 联合早报 报道称 一名新加坡男子在马来西亚驾驶休旅车时发生事故 不慎坠入河中 被困在车内动弹不得 陷入昏迷 当地消防员英勇跳入河中进行救援 成功将男子救出 并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 男子仍然昏迷不醒 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整个救援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以哈停火谈判四位破局 传哈马斯让步 联合早报 据报道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有望恢复 因为哈马斯表示愿意放弃以色列必须立即永久停火才能释放人质的要求 哈马斯的这一让步被认为是突破点 有利于停火谈判的恢复 白宫对哈马斯的新提议表示欢迎 并确认停火谈判将在卡塔尔重启 美国一直在向哈马斯施压 要求他们恢复谈判并降低要求 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对哈马斯的新提议不屑一顾 但以色列其他官员的反应较为积极 根据哈马斯的新提议 第一阶段是以军撤出加沙部分地区 并释放一些囚犯 换取一些人质的释放 这一提议将在几个星期内实施 第二阶段将释放更多囚犯 并进一步停止敌对行动 在最后一阶段 哈马斯将归还遇难人质的遗体 以色列将放松对加沙的封锁 尽管停火谈判有望恢复 但以军继续对加沙地带进行炮轰 加沙人纷纷逃往毗邻的拉法市避难 导致当地和周围地区聚集了多达150万人 以色列准备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势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以色列进攻拉法是一条红线 并呼吁以色列保护平民 看护者联系网6月扩大到五星社区 联合早报 这则新闻报道了 陈福钊作为丈夫照顾患有失智症的妻子的故事 以及妇女职委理事会 WIN扩大看护者网络和推出加强版护理配套的消息 报道还提到 参加看护者活动的人群中 71%是女性 这则新闻强调了婚姻中相互扶持 不离不弃的爱的重要性 也呼吁男性在看护工作中挺身而出 照顾患病儿子24年 母亲中叛道他能独立生活 联合早报 卢玉珍是一位72岁的母亲 他已经照顾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 长达24年 他在儿子15岁左右时发现了他异常的行为 后来儿子的病情逐渐加重 甚至无法正常沟通 在儿子20岁时 他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儿子的病情在2014年进一步恶化 需要住院治疗 在医院期间 卢玉珍参加了照顾者联盟提供的培训课程 了解了更多关于精神疾病的知识 以及如何与儿子进行沟通 这些知识对他和家人来说非常有用 如今 他成为了一名义工 将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其他需要支持的看护者 卢玉珍希望人们能以正常的态度对待精神疾病患者 他说 有精神问题的人并没有那么可怕 虽然儿子在康复过程中多次复发 但他从未放弃 离开学校后 他尝试过洗车和打油等工作 虽然每次都因为病情被开除 但他仍然坚持不懈 如今 39岁的他已经当了三年的外卖员 并且即将拥有自己的预购组屋 卢玉珍为儿子感到骄傲 他说 作为看护者 我们的期望不可以太高 自己种了树阶的果 哪怕是不熟的果也要接受 所以虽然他不能百分百康复 但看到他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独立生活 我已经看到了希望 太平洋岛国斐济经过审查 仍决定维持与中国警务合作协议 美国之音中文网 斐济政府决定恢复与中国的警务合作协议 该协议已经恢复执行 过去十多年来 中国一直试图扩大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与存在 包括在太平洋岛国拉入一带一路计划 以及与这些国家签署安全和警务合作计划 然而 外界对中国安全人员在南太国家的存在表示担忧 斐济内政和移民部长表示 目前只有斐济警察在中国接受训练 没有中国警官进驻斐济警察队伍 一位前斐济警官表示担忧 认为斐济警察队伍目前的服务模式并不适用 因为复制了中国和新加坡的体制模式 然而 斐济代理警察总监表示 斐济警察队伍从各个地区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各种援助中受益 此前 中国政府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秘密安全协议 引起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震惊 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关系正在加深 去年还签署了一项警务合作协议 四川亚江发生山火 暂无人员伤亡 联合早报 中国四川省甘兹州亚江县虾拉镇白兹村发生了一起森林火灾 火灾发生后 消防力量立即赶赴现场扑灭火势 并紧急疏散附近居民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周边没有受到重大影响的设施 火灾发生后 火场突然起大风 火势蔓延且复杂危险 现场扑火人员不得不紧急撤离至安全区域 有些区域因火灾而停电 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出动了98辆消防车和545名救援人员参与铺火工作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调度甘孜州和雅江县 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四川省森房指办已启动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4级响应 投入扑火人员735人 途中增援人员427人 同时派出7架直升机进行空中扑火 目前 应急和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扑灭大火 消息 以色列情报机构局长将重启加沙停火谈判 联合早报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 加沙停火谈判将在星期天重新开始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 预计将主导和协调谈判 以回应哈马斯的新提议 谈判将重点讨论 以哈之间仍然存在的分歧 包括释放囚犯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 以色列将派遣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谈判 另一方面 以色列军队星期五晚间空袭加沙地带一处住宅 造成至少36人死亡 根据加沙地带的卫生部统计 自以哈冲突爆发至今 已经造成逾31,5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过七成是妇孺 日本开始研发无人驾驶两栖战车 修法放宽下一代战机出口 联合早报 日本国防部计划从4月1日开始 研发无人驾驶两栖战车 以降低两栖特遣部队 在敌方控制区抢摊时 可能出现的人员伤亡 国防部已在新财政年的初步预算中 拨出约200亿日元作为部分研发经费 目标是在2028财政年批量生产和部署 这是日本政府在2010年制定的国防战略中 将装备无人化定位为关键项目之一的一部分 报道提到 中国可能已经引进无人驾驶两栖战车 遥控无人机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事中 也被证明是成功的 另一方面 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星期五达成协议 允许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 共同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出口到第三国 这是日本政府去年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的进一步举措 江苏淮安一中餐厅发生燃爆 两人受伤 联合早报 中国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政府通报 当地一家中餐厅发生燃爆 两人受伤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此前 中国河北省燕郊镇也发生爆燃事故 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伤 央视记者采访该事故时遇阻 引发热议 中国计协呼吁地方政府不要阻挠媒体记者的正常履职 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大火狂烧数小时后受控 联合早报 乌克兰星期六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导致大火燃烧数小时后才得到控制 目前还不清楚大火对炼油厂产能的影响 此外 乌克兰还轰炸了俄乌边境地区比尔哥罗德州 造成两人死亡 这些袭击发生在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第二天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最近几周比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边境地区遭受的致命袭击增多 离其意外原因 南美航空客机俯冲50人伤 竟是空服送餐到驾驶舱误触按钮召获 星岛日报 智利南美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 在飞行途中出现故障 导致机师失去对飞机的控制 飞机发生俯冲下坠 初步调查显示 可能是一名空服员 在送餐时误触驾驶座椅背上的开关 导致座椅将机师推向控制台 最终导致飞机下坠 事故发生后 波音已要求航空公司检查 787梦幻客机驾驶舱座椅 目前 美国航空公司已告知机师发现 驾驶舱座椅开关存在潜在危险因素 此次事故共造成50人受伤 离其意外原因 南美航空客机俯冲50伤 竟是空服务处驾驶舱按钮召获 星岛日报 智利南美航空 Light M一架波音787客机 在飞行途中突然下坠 造成机上多人受伤 初步调查显示 事故可能是由于一名空服人员 在送餐时误触驾驶座椅背上的开关所致 而非波音飞机本身存在缺陷 波音已要求航空公司 检查787梦幻客机驾驶舱座椅 以确保飞行安全 目前 美国航空公司已通知机师 梦幻客机驾驶舱座椅背后的开关 存在潜在危险因素 事故发生后 机长在飞机降落后 检查乘客状况时表示 他在事故发生时 完全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 仪表板几乎一片空白 但幸运的是 飞机很快恢复正常飞行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